在上海量子信息 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 正在和團隊打開 現實世界的硬核 解密一個令人驚嘆的另一段世界 愛因斯坦曾形容它如幽靈一般 很多人類艱信不移的自然法則 在這個世界都是失效的 當時我記得幾年之前 我記得兩年之前 我在北京正好有天晚上 就見到比爾蓋茨了 他說他投了好多項目 他投的所有的其他項目他都懂的 然後就對量子這個東西 他是不懂的 但他也投了 量子力學被稱為上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 如果沒有量子力學 今天使用的計算機 移動通信 全球定位系統等關鍵技術 都不會在現實中存在 量子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量子世界是一個 在量子通信的科學實驗以外 安建偉和他的團隊正在製造量子計算機 如果成功 幾十萬年的運算時間 將縮短為幾秒鐘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這個關量子計算機 它是第一次超越了最早期的那個經典的計算機 那麼我們現在在實驗室看到的這個樣子 肯定跟大家想的都完全很不一樣 對吧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1946年 在賓夕法尼亞誕生的第一台計算機 其實是我們這個實驗室污值的 大概5倍這麼大 世界上第一台計算機誕生20年後 英特爾的創始人戈登·摩爾 提出了著名的摩爾定律 依靠芯片的集成度不斷提高 每18個月左右 計算機的運算速度就會翻一倍 到今天 一枚晶體管已經遠小於一個病毒 逼近物理極限 也許只有光量子 能夠開啟一個新的計算能力 若想造出光量子計算機 最關鍵是要讓光量子服從控制 40瓦燈泡被點亮的一剎那 你看到的是一束光 看不到呢 是萬億億個光量子 正以我們無法掌控的 奇特軌跡運動 想要抓住其中一個 讓它聽從指揮 對於宏觀世界裡的科學家們來說 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就是結論是什麼 能不能做啊 可以做 我們搞科學了嘛 就是首先做自己感興趣 管它有沒有用 對 對 對 而且這個東西像那個 學定學講的 就是我要能夠抓住一個原子 就像是動物園裡面 要養出一個比恐龍 還要找的這種生物一樣 一樣的難度嘛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 很多科學家懷疑 量子計算只是一個美好願景 甚至連陸朝陽的老師潘建偉 也一度覺得無路可走 當時我們覺得都沒什麼希望了 就是去幹這個東西幹什麼 然後所以我跟老子給朝陽講 我們可能要沒有飯碗 就沒飯吃了